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童年是怎么度过的呢 我小时候的世界啊 物质比较缺乏 不过生活也依然精彩 比如说我们想踢球 没足球 我们就会踢这个 踢汽水 空气水罐 组屋楼下有空气水罐 鞋子一脱当球门就可以踢了 鞋子当球门 那你们穿什么 我们光着脚啊 咦 我才不要 我现在要踢球 脚不会脏又不必出门 都是用平板和手指踢的 除了踢球 我们那时候也喜欢追剧 那时候追剧得等到电视的播映时间 今天看了一集 最快要得到第二天 才知道有什么后续发展 一天才看一集 我一天就把十集的线上偶像剧追完了 你们怎么那么有耐心 那时候的生活节奏就是这样 不过在等待的当儿 同学们都会猜测 那英雄是如何脱险的 那男女主角在一起了吗 其实也是种乐趣 我还是喜欢一口气本戏看完 你们太没效率了 说到效率啊 我们那时候没网络查资料很不方便 得去看参考书 我们是得去到图书馆 上楼 找到书架 才发现书被别人借去了 太浪费时间了 你们现在查资料的效率提高了 也不见得你学习好到哪里去 爸爸 时代不同了 现在讯息爆炸了 随手可得的知识 由于偏偏的唐诗诵词 如何解数学题 偶像教餐吃什么 所以我们不可能全都知道 只要需要的时候 知道上哪种 可以及时学习就行了 说得头头是道哦 这是我刚才抖音说到的 其实世界一直在进步 每一代的孩童都会有它各自的成长回忆 不过每一代人也会有他们各自的挑战 所以唯一不变的就是 我们都得拥有克服困难的勇气 可以吗 好的爸爸 我现在就去努力了 不过做线上作业也要记得照顾眼睛 记得定时休息哦 别担心爸爸 我会很快就把这游戏打扫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